我觉得这一系列信息呢 都把我们带到基督天上的执事里面 所以在讲到这篇信息呢 我们还是要再三的强调 第一篇信息是非常的重要 第一篇信息叫我们说 需要寻求在上面的事 给我们一个在上面的事 什么叫做在上面的事呢 就是有关于这位升天的基督 和关于他的一切事 所以这一系列信息呢 都在这个原则之下 所以在我们每篇的信息里面呢 我们要进入这个信息里面 我们都需要来看 这个在上面的事 也就是这位升天的基督 他的个面 还有关于他的一切事 最后呢 再来看我们这一班 神的儿女 我们这一班的信徒 如何与他这个天上的执事的合作 每篇的信息都是在这个原则之下 所以今天我们进到这篇的信息里面呢 我们也需要来看 这位升天的基督 是如何的这位升天的基督 那他在天上的执事到底是在 是什么 我们这一班在地上 他的这些的门徒 这些信徒们 应该如何与他这天上的执事合作 Amen 所以这个是这篇信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线 所以在前面的第一大点呢 来告诉了我们 这位升天的基督 他被立为主 他被立为基督 他是坐在神的右边 坐元首 所以他是其实者 他是篡实者 他也是开拓者 Amen 那同时也讲到呢 他在天上的执事 那从第二大点 第三大点和第四大点呢 讲到我们这一班信徒 如何与他在天上的执事合作 分别讲到有三个点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篇的信息 这篇信息是讲到 在升天基督 天上的执事之下 繁殖那复活的基督 所以这个我们与他的合作呢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繁殖那复活的基督 所以在前面呢 又再次的再讲到了 讲到主的升天 把他带尽了这天上的执事 将这位复活的基督呢 引进了他在天上的执事 并且呢 引进了他在天上的生活与执事 所以前面呢 我们需要来看这位 在诸天之上 复活升天的基督 神将他高举 因为他在地上呢 完成了地上的执事 就是完成了那法理的救赎 他从死里面复活 升上了诸天 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神将他高举 这宝座的右边呢 不是说到这个真正的那右边 乃是讲到他是被神立为居首位的那一位 所以神将他高举 他这位被神立为主 被立为基督 讲到他被立为主 就他的神性的这一面来讲 他原本就是主 但是就他人性的这部分呢 他需要经过这些的过程 从死里面复活 这个人的这个人性的部分呢 被拔高到神性的里面 直到他升上诸天之后 他才被立为主 就讲到 那他被立为主呢 主要是为了要得着万有 第二呢 讲到他被立为基督 这位耶稣呢 他原本就是神的受高者 他生来就是基督 就是神的受高者 但是呢也是 到他的升天礼的时候呢 他才被正式立为神的基督 为着呢 是要来完成神的使命 这讲到 被立为主 被立为基督 另外呢 神高举他 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使他坐这个元首 其实者 串实者 和开串者 讲到这个元首 就和这个权柄有关 所以神高举基督 使他坐元首 他也是 其实者 串实者 和开串者 他是生命的其实者 他是这个救恩的 串实者 开串者 他也是我们信心的 串实者 和成宗者 讲到他是生命的其实者 说明了说 他这是生命的源头 神圣的生命呢 是来自于他 说到呢 他是救恩的 创始者 意思呢 就是他完成了 这样的法里的救赎 将这个赦罪 和救恩赐给我们 说到他是开串者 他是这信心的 创始者 和成宗者 我们原本都没有这个信 但是呢 因着 他坐到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向着神呢 就越满游 越有信心 所以他是创始者 和开创者 他兼做元首 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 能够来主宰 来调度 主宰权地 而且能够来调度万游 为着使我们这些 能够寻求 得着救恩的人呢 有这个机会 来得着这样的救恩 Amen 另外呢 神将基督高举在自己的右边 做元首 做救主 元首讲到呢 他这个权柄有关 然后另外讲到救主这个部分呢 讲到呢 他把这个救恩呢 做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边救主 比较偏重 他讲到他的人的这一面 从他的成为肉体 一直到他升天被高举 他成为肉体 说明了他是一个人 他在地上的为人生活 说明了他有资格 做我们的救主 因为他经过了这样的过程 知道我们的软弱 知道我们的需要 并且呢 他在定十字架 完成了法理的救赎 因为将一些撒旦 魔鬼 还有我们的救人 救灶整个都定在十字架上 使这个神的救恩呢 能够施行在我们的身上 并且他的复活呢 叫神称义 他所完成的救赎 并且呢 他被神所高举 就职成为这个管制的元首 所以他今天是救主 他也是元首 他有这个资格 将他这个救恩呢 施行在我们的身上 他也有这个权柄呢 管制这个权地 安排这个万有 为着这个福音 为着我们的得救 得着这个救恩来效力 所以今天这个基督 他在这个诸天之上 他是主 他是基督 他是元首 他也是救主 那讲到他所做的部分 那这篇信息呢 很重要的是在第二个部分 讲到我们这些 已经蒙这个神的救恩 得救的这一般的信徒 如何在地上呢 与他这个天上的执事合作 这是这篇信息里面 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这些重点呢 也刚好就在这整卷的 使徒形状的里面 使徒形状呢 他们前半段 刚刚所讲的那些 都是彼得 像这犹太人 所做的这些的见证 见证呢 他在这个彼得 如何跟随主在地上 如何这位耶稣呢 从死里面复活 如何呢 降下了这个那灵 浇灌在他们的身上 等等呢 他成了这样的一个见证人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看 我们怎么与这个基督 天上的执事合作 信徒与基督 天上执事的合作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繁殖复活的基督 三篇的信息里面讲到 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牧羊 要与天上的执事合作 这是为了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那今天我们在地上 与他这个天上的执事的合作 更是需要来繁殖复活的基督 使神的国得以建立 那众赵会得着建造 最终成为神的丰满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所以他后面有讲到三个方面的实行 的实行的点 第一个呢 我们就需要先看进入使徒形状 这卷书它的内在意义 讲到使徒形状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 叫做这一般人 我这边没有用红字把它标出来 这一般的人 我们要来看看使徒形状里面 所提到的这些使徒和门徒们 这一般人 在他们身上所行的 所活的 所传扬的 这个就是使徒形状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内在意义 要注意这一般人 那这一般人呢 是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升天 当初在第一篇信息里面讲到了 我们得救了 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所以我们今天呢 都在诸天界里 那这边所讲的 他们这一般人 是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升天 他们表现在两个部分 在客观的这一面来讲呢 他们里面已经得着了 三一神做他们的生命 就当主复活之后呢 来到这些门徒们的中间 向他们吹了这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这位经过过程 终极完成了三一神 成了这个包罗万有赤生命的灵 借着这一口气呢 吹到他们的里面 所以他们里面呢 得着了这位士灵的基督 这位三一神做他们的生命 那不仅如此 在他们的外面呢 因为因着他们那个迫切透彻的祷告了 那四十天之后呢 圣灵浇灌下来 他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个能力呢 就带给了他们的权柄 能力和力量 在他们的身上 这在他们的外面 所以他们里面呢 被圣灵所充满 外面呢 被圣灵所充益 圣灵的浇灌下来 使他们被圣灵所充益 所以在他们外面呢 领受了这样的圣灵 所以可以作为他们的行动 所以他们一方面呢 他们这里面有神圣的生命 可以让他们来生活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的外面呢 有这个金轮的灵浇灌下来 使他们可以平易来行动 这是客观的事实 所以今天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 这个弟兄姊妹们的 里面和外面 都有这圣灵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里面 我们都有圣灵的充满 我们都有三一神 在我们里面做圣灵 另外一方面呢 在我们的外面呢 都领受了这个高处来的能力 都有这圣灵的浇灌 使我们被圣灵所充益 这是事实 不像使徒形状那时候呢 这个里面的这个圣灵 这个的充满 和外面圣灵的浇灌的充益呢 它是分开的 但是在今天来讲 当我们从水里面上来 我们受尽了 我们同时得着了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生命 圣灵在我们外面做能力 这是事实 他们不仅有这样的事实 而且他们也在他们生活中 来应用这样的事实 就是他们在这地上的生活 凭着里面这神圣的 这个三一神的这个生命而活 在外面他们传福音 他们在讲说神国的奥秘 他们在讲到这位耶稣 是基督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凭着 他们这外面所领受的圣灵 所以在他们的里面 在他们的事实 在他们的生活中的应用 他们就过这样的生活 做这样的一个行动 但是这一般人 一般人不是一个人 这一般人他们不是各做各的 虽然他们都在他们里面 有这个圣灵做他们的生命 在外面呢 有这个精灵的灵 做他们的行动的能力 和权柄 但是他们不是各做各的 他们呢 有一个看见 他们乃是在身体里 并且他们是借着身体 而且也是为着身体 来行动并做工 所以这一般人是蛮特别的 他们在身体里 他们是借着身体 并且是这为着身体 来行动和做工 所以他这边有讲到一个例子 讲到使徒行传的 八章的一节到十七节 讲到这个菲利呢 受差遣 到了这个撒玛利亚那边 传福音 传神的国 和耶稣是基督的这样一个福音 结果很多人受尽了 圣经上说 连男带女受尽了 他们受尽之后呢 这些使徒们听到这样一个消息 就拆遣了彼得和约翰 到他们那边 在他们身上按手 使他们受了这个圣灵 那这个前面呢 他们是在耶稣的名里面受尽 那后面呢 是因着按手 这精灵的灵浇灌下来 他们受了圣灵的尽 是说明了说 使徒们他们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 表面上看起来 是菲利 传福音 这些人受尽了 但是后面呢 彼得和约翰呢 补足了 这个圣灵的尽的 这样的一个缺憾 说明了说 他们是在这个配搭的里面 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 所以他们并不是单独的做工 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例子 讲到他们那时候的生活 是仿务公佣 并且呢 他们是挨家挨户的剥饼 还有在家里面 在店里面祷告 并且呢 他们是存着欢乐单纯的心 来一同用饭 而且我们看到安提亚的那幅景象 讲到那个巴拿巴 讲到那个尼杰的那个西面 讲到那个路球 讲到那个马念 还有这个扫罗等等呢 他们在那边是同心合意的祷告 结果就圣灵在他们中间呢 就就兴起来 最后拆遣了这个巴拿巴和扫罗 向外班人那边来传福音 这也说明了说他们的行动来讲呢 不是个别的行动 乃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行动 就借由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 所以圣灵在他们中间呢 新奇了在那边呢 拆遣他们的出去 并且在这边还要提到说 在十六章那边讲到 当保罗呢 到了这个以歌念 到路斯德那边呢 看到了一位圣徒 叫做提摩泰 提摩泰在当地呢 很受这样的一个称赞 所以呢保罗也就把他带着 跟他呢一同呢 到这个小瓦西亚各地呢 然后来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 可以看见 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 不是只有写单独他保罗 他讲说保罗有时候是希拉 有时候保罗希拉和提摩泰 写给某某的造会 这说明了说 甚至连保罗 在我们眼中看起来 有那么有能力的 这样一个使徒来讲呢 都不是他一个人单独行动 乃是在这个配搭的原则里面 在身体的原则里面 而且保罗也是借着身体 一同呢 来这样子传扬福音 所以他们讲到说 他们都是在身体里借着身体 并且为着身体来行动并做工 在这边给我们看到 使徒形状的这里面的这一班人 他们是如何在如何的生活 他们是如何的行动 他们是如何在这里的配搭 他们是如何的为了这样一个身体的繁殖和扩增 并且在这里呢 也给我们看见了这一道流 这唯一的水流 在创世纪里面呢 是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一道的水流 在启示录 是从神河 羔羊和宝座里面 所流出来的那生命水的河 但是在使徒形状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这一道流 这一道流呢 就是圣灵的工作 当初神在耶路撒冷里面呢 因着他们的祷告 同心合意 坚定持续的祷告 这圣灵呢 浇灌下来 就在那边呢 兴起了一个工作 所以在耶路撒冷那边的很多人得救了 那个耶路撒冷的造会就因此而兴起 因此而建立了 可是之后呢 耶路撒冷的造会呢 遭到逼迫 门徒们就示善 到了这个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那边来传福音 更是到了最后以后呢 他们有些人到了安提阿那里 在安提阿那边呢 刚刚有说到说 这些的僧严者和教师在那边的祷告 在一次的禁食祷告里面呢 圣灵呢 就来拆遣他们 要分别巴拿巴和扫罗 到外班人那边来传扬福音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圣灵的工作呢 就一个转了 弟兄姊妹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的前面的12章 那边讲到 他的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是在耶路撒冷那边 慢慢从13章开始呢 这个圣灵的水流有一个转弯 从安提阿 转到安提阿那边 从安提阿那边开始 所以你看那个保罗他每次出外禁职之后 回来不是回耶路撒冷 他回来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在安提阿 所以在那里呢圣灵有个转弯 有个工作的开始 那时候耶路撒冷 圣灵的工作不在耶路撒冷了 所以你看每次保罗回到耶路撒冷里面 那个地方是满了宗教的气氛 所以为什么最后保罗在耶路撒冷那边被犹太人所抓 因为那个地方的时候圣灵也不在那边做他的那个工作了 那个工作已经转移到安提阿那边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 我们要做这件事 繁殖那复活的基督 我们需要清楚的看见 那一道水流 那个圣灵的工作到底在哪里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使徒行传那13章之后 你再跑到耶路撒冷 很抱歉 你可能最终的结局会像保罗一样 被犹太人所抓着 所以你需要在这个安提阿那边 那个圣灵的水流到了那个安提阿 圣灵的工作到了安提阿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问 今天的圣灵的工作在哪里 我们今天要与天上的执事的配合 我们需要看见这一道圣灵的水流 而且只有这唯一的流 所以在这形状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 这一道神圣的水流 所以这一帮人 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 就是在这一道的水流的里面 所以这个第四点就是前面的三点的一个总结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认识复活与升天 基督做生命而活 凭基督做能力 权柄而行动 认识自己是身体 在一道神圣水流里 在身体里 并为着身体而行动的一般人 愿我们都成为这一般人 认识基督 这位复活与升天 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 凭基督做生命而活 凭基督做我们这个能力 权柄而行动 并且是在身体 认识自己是身体 是在身体里面来行动 在这一道神圣的水流里面 在身体里 并且为着身体来行动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一段话 在我们的肝目里面的 是讲到使徒行传 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需要弟兄姊妹们 好好进入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说明了说 我们如何与基督 这个天上执事的合作 讲到我们的生活 讲到我们的行动 讲到我们的配搭 讲到我们的目标 另外这篇信息里面 讲到了这一般人 这一般人 他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 叫做见证人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 这边用到一个特别的词 叫做见证人 他不是说传道人 信息里面有提到传道人 见证人和传道人是不一样的 这一般的见证人 他是做一件事情 他是做一个见证 见证人和传道人是不一样的 见证人不是说他不传讲 他不教导 他也传讲 他也教导 但是更重要 他是做这个见证 那什么叫做见证人 和这个传道人呢 昨天我在小白剧院里面 我讲到了 我当时呢 我在比较小的时候 我一直希望说能去迪士奈乐园 因为迪士奈乐园非常吸引我 以前看书 看影片 都看到很多介绍迪士奈乐园 所以我有时候跟人家讲 迪士奈乐园怎么好 怎么好 但是呢 我是从看影片和书上得到的 但是到那有一天呢 我真的到迪士奈乐园了 那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 把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都玩过了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也向人家讲说 迪士奈乐园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亲眼看过 我亲眼享受过 我亲眼经历过 但是我在跟他讲的时候呢 我是很兴奋的 所以这个就是 见证人和传道人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班见证人 他们这彼得 因为他这些使徒和门徒们 他们见证了 这位耶稣呢 从他在犹大全地 和他在这个 撒玛利亚 他在耶路撒冷 所做的一切事情 他们也见证了这位基督呢 他如何从死里面复活 看到他被人钉在木头上 看他怎么样呢 三日之后呢 神怎么样叫他复活 他们也经历了 神到了他们 这位复活的耶稣呢 到了他们中间 向他们问安 向他们吹了那一口气 而且呢 后来他们出去打鱼 那主呢 在他们中间显现了 叫他们把鱼碗呢 撒到哪里 撒到那边 就补掉了 一百五三条鱼 他们原来都打不到鱼 他们经历了那些事情 并且呢 他们在这个楼房上呢 让那个祷告 这个四十天 之后呢 圣灵浇灌下来 他们看到那位耶稣呢 如何升上天 等等这些事情呢 他们都经历过 他们也享受过 我们宝贝这边讲到呢 不仅是他们看见 而且他们也享受 在这过程里面 他们亲眼看见了 他们也享受了 所以他们今天呢 能够在犹太人的面前 在这外帮人的面前呢 来亲自向他们说 他这样的说呢 实在是蛮带着能力 不是他们听说的 是他们所见的 那你说保罗没有看见过啊 这些保罗都没看见过 保罗有 保罗在斯利凡 被这个训道的时候呢 他看见那个 天开要 斯利凡被接收 零 上去 然后另外呢 保罗到大马社的路上呢 神向他显现 保罗问说 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那个耶稣 所以保罗就把这些事情呢 带到祷告当中 因为他那时候眼瞎了 看不见了 所以保罗也亲自 见过了这位主 他也亲自听见了 主向他显现 和向他说话 所以后来保罗也做了 这样的一个见证 所以可见呢 他们这些人呢 不是只有传讲 这样的一个话语而已 他们更是呢 活出 说出 这样一个见证 所以他们就是这一般 成为肉体 定时日假 复活生天之基督 活的 见证的 见证人 Amen 他们见证什么呢 见证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这位 就是这个主的复活 主的复活呢 回头连于 他的成为肉体 他的人性生活 那往后面呢 指向呢 连于他的 复活之后呢 连于他的 升天 连于他的 天上的执事 和他的 回来 并且在这过程里面呢 神荣耀了 他这个仆人 耶稣 所以这个 真正的点呢 都是这一般 见证人 他们所 见证的 所以他们不仅是 见证了 主的复活 他们也见证了 主的成为肉体 他的人性 在地上的 为人生活 还有 时 升天 天上的执事 和行政 和他的再来 因为在主里面呢 有着不能 毁坏的生命 他们见证了 他这不能 毁坏的生命 使不能拘禁他 所以三日以后呢 他从 十日里面 复活 他反而 击败了 时 所以他们用 他们的言语 和生活行动 来见证了 这位基督 和他的复活 所以他们每到一处呢 向人来传福音呢 都传这位 耶稣是基督 都传这位呢 你们将他 定在木头上 但是呢 他死了 但是神 三日之后呢 叫他从 死里面 复活 Amen 主 所以 这些 他们都是在 生命里 行动 这边 所讲的 事例呢 都有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 关键点 他们都是 主 差遣 使者 或是 纳灵 在他们那边 向他们说 他们就 顺从 这个纳灵 看见 并且看见 这个意象 而行 所以他们举的例子 从使徒形状 八章到十章 在第一个例子 讲到 菲利 菲利 离开 耶路撒冷 往南 到迦萨去 这是 主差遣的 一个使者 向菲利说 你要 往南 往迦萨去 所以他到 那边的时候呢 看到 看到一个 埃提阿伯的 太监 那时候呢 圣灵就跟他 讲说 你贴近 那个 太监 菲利呢 就照样做 所以最后呢 得着了 那个太监 然后 然后讲到 在九章呢 讲到 亚拿尼亚和扫罗 亚拿尼亚呢 是这个 大马社的 一个门徒 他是一个 非常微不足道的 但是神在意象中呢 向他显现 向他说话 并且呢 要他起来 到城里里面 找那一个呢 眼睛看不见的 那个扫罗 然后 把他带得救 另外讲到 在使徒行传 第十章 讲到这个彼得 彼得在正午 祷告的时候 他主向他 看见那个意象 但是彼得 并不能明白 这时候呢 刚好有三个人 从戈里牛那边 被拆派过来 要找彼得 所以主就要 跟他讲说 你下去 有人来找你了 那你要 跟他们一起去 并且呢 他们要听你的话 等等 在这几个事例里面呢 我们都看见了 圣灵在这些 门徒们中间 所做的 当圣灵 和他们讲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顺从 在这个生命里面 来行动 所以因着这样呢 福音就得着了 扩展 所以我们就需要 非常的清楚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来讲 纳灵 常常会在我们里面 说话 当纳灵 在我们里面 说话说 起来 我们往哪里去的时候呢 我们里面呢 就需要顺服纳灵 因为呢 基督是头 是做这个权柄 那我们怎么来回应呢 我们的回应呢 就是顺服这个权柄 当纳灵在我们里面呢 有吩咐 在纳灵 在我们里面有指示 在我们里面 有猜浅的时候呢 我们要说 阿们 阿们 回应 他在我们里面的带领 这样呢 能够把福音呢 传遍到 神所要带我们去的地方 这就是 与基督 天上的 实事的合作 阿们 我的神啊 我要深信 你指导 永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